大家好,今天的新闻就是在周六 在高雄举办了两场游行 一场游行是罢韩,罢韩国瑜的游行 另外一场游行是挺韩国瑜的游行 我们把这两场游行都看了一遍 总的感觉呢,罢免韩国瑜的游行 他们穿的一身都是黑颜色 而且最前面这些人在走路的时候呢 好像没有什么表情 好像一种杀气腾腾 好像要制造一种什么仇恨 好像谁欠了他八百调似的 那后边呢也有很多人也跟着 他整个这个衣服颜色呢 就是以黑色为主 这个在台湾过去比较少见 就说整个的服装是以黑颜色为主色调 在游行的队伍里边呢 当然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了 但是这支队伍整个的诉求 似乎让旁人感觉到并不是很清楚 他们的口号好像是要罢免韩国瑜 罢免韩国瑜什么呢 罢免他的市长吗 那韩国瑜当高雄市的市长 并没有很长时间 从他宣布参选总统就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 如果他做的很差 当然我们是可以罢免 可是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我们很难就一个市长 他做出来的业绩 作为一个定性 因为时间比较的短 因此这个口号 也就是罢免韩国瑜的口号 应该不是冲着韩国瑜当高雄市长而来的 应该是冲着韩国瑜 这次要选总统而来的 那总统韩国瑜还没有当上总统 也就提不到什么罢免 因此网络上有一些语言 叫实际上这次呢 是想对韩国瑜进行霸凌 也就是说我要侮辱你 我要恶心你 我要公开的去抹黑你 公开的去栽赃你 因此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游行 这个游行看似是一个 We Care 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所筹办的 但是从整个的这些标语 从这些规模 从它动用的一些资金来看 其实这个游行 应该就是民进党背后所操纵的 他们越不露面 也就是说在前排 你越看不见民进党的高层的脑袋 越证明这个行动呢 是背后民进党在驱动的 所以蔡这个政府呢 是有这个特点 他玩暗的 他在后边去挑动一些事情 然后他用三立电视台去配合他 对韩国瑜进行一个公开的抹黑 一个公开的侮辱 在另一边同时举行呢 就是国民党他们举行的一个游行 这个游行其实是后来加进去的 也就是我们看新闻报道 之前最早应该没有国民党这个游行 应该只有一个罢免韩国瑜的游行 但是为了平衡这个事情 为了中和它 为了抗衡这个事情 那国民党我看新闻上 国民党也申请了一个同一个时间 靠得很近 在不同的地方 举行了另外一个游行 这个人数也不少 而且他们的红旗招展 他们拿的是国旗嘛 所以他们的颜色主要是以红色为主 也看了一些采访 有很多人呢 是从高雄以外来到了高雄 为了支持韩国瑜这个挺寒这个行动 挺寒大游行这个行动 从两边的比较来看 韩国瑜这边 大家比较的激动 比较亢奋 比较欢快一些 调子比较高一些 而另外一边呢 罢免韩国瑜那边呢 比较沉闷 比较暗 颜色也比较暗 大家的表情也比较暗 整个那个声势呢 也是在一种沉闷的态势当中 一直往前走 找不到他一个主旋律在什么地方 韩国瑜这边最后他还有一个讲话 那韩国瑜这个讲话呢 我们也从头到尾仔细听了一下 韩国瑜他讲话 他的口才比蔡是好很多 蔡讲话永远是在看稿子 也就是说大家给蔡英文起了个外号 叫读稿机 而韩国瑜我看他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他很少去看稿子 也就是说他大脑里边这个组织他的语言的能力 对语言的构思 对语言的组织能力 还是比较好的 至少要比蔡英文好很多 在这个讲话里边呢 他有一点我们是值得可以去鼓励的 就是他希望恢复特征组 这个特征组呢 过去在陈水扁时代成立的 特征组的原始的定义就是 对那些高官甚至对总统 如果他们有违法犯罪的话呢 他们可以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进行调查 这样一个功能 蔡英文上台以后呢 把这个特征组给取消了 取消了以后呢 由于目前台湾司法的法律呢 还是有一定的局限 因此像总统级的 像蔡英文等级的 部长级的 甚至立法委员等级的 这些高官的民进党们 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话 地方的这些司法 检察院也好 法院也好 他们很难做到这一步 因此蔡英文就等于把这个高官犯罪 这一块全部给保护起来了 没有办法可以对他们进行审判 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调查了 那韩国瑜他提出这样一个口号 恢复特征组 而且呢 他对贪污这块呢 他有很大的决心 他要避免贪污 至少他是这样说了 从他恢复特征组这个动作来看 我们觉得他也是有决心 要克服政府高官贪污腐败这个事情 因此在这方面 我看网上还是他得到了很多的掌声 至少大家认为 相比蔡英文而言 韩国瑜是有决心 抑制住高层官员的贪污腐败的 这一点呢 对韩国瑜是有一定的加分 再有看这次游行 我们联想到前两天 韩国瑜蔡和宋之间 有一个证件会 那个证件会 如果看网络的一些民调 一些好感度的话呢 韩国瑜占90% 大家对韩国瑜那个认同度 他证件会 他所讲的话 他所表现出的那一种姿态 那一种格局 90%认同韩国瑜 那蔡和宋各5%左右 也就是说大家普遍的 对韩国瑜那次证件发表会的表现 是认同的 同时网络上一些 以前过去比较黑寒的一些 小平台似乎也开始转舵了 好像不怎么在黑寒了 因为比较明显的看到 蔡永远低着头 在读他那个稿子 而韩很少有这样的动作 就这两个人相比而言 蔡已经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 也就是说 他们到底谁是草包呢 我看蔡倒可能是 用草包这个定义 其实还挺准确的 当这个证件会完了之后 韩国瑜的声势呢 其实是在上升的 但是媒体被压制住了 他们这个话 这股情绪呢 放不出来 刚好在高雄民进党操纵了这样一个 罢韩的一个游行 所以国民党就同时举办了一个挺韩的游行 这个时候呢 恰恰把这些韩国瑜的支持者 或者是叫韩粉们 把他们心中的一股闷气 借着这个场合给爆发出来了 也就是他们终于觉得叫 输了一口气了 前不久压抑得很闷 什么叫很闷呢 他们觉得蔡英文是很烂 他们觉得韩国瑜不错 但是呢 整个舆论呢 压在那个地方 什么韩国瑜的民调只有百分之二十几啊 蔡英文百分之五十几啊 蔡英文的民调大胜韩国瑜百分之三十几啊 类似这样的新闻呢 不断充斥了整个的台湾的媒体 使着韩国瑜的支持者呢 非常的憋气 又说不出来 因为媒体被垄断了 所以借着这个场合呢 他们在大声的呼喊 他们在挥舞他们的国旗 这个时候他觉得 终于把这口闷气给发出来了 给说出来了 所以高雄这个游行呢 我们倒觉得最后的结果 应该又是韩国瑜占了上风了 也就是说高雄两个游行 一个黑乎乎的 黑乎乎的 闷闷不乐的 另外一个呢 非常高昂的 非常欢乐的 非常有激情的一个游行 两个在对比的时候呢 一个是五彩缤纷 一个呢是黑乎乎的一堆人 这样的话 会给韩国瑜又往上推了一下 大家又对民进党又产生了一个更厌恶的一种感觉 就是你们只会搞这一套 那韩国瑜的声势呢 我觉得他是借助于这次证件发表会 同时呢 在这之后紧接着高雄这有个挺寒大游行 借助这两个活动呢 我觉得韩国瑜的声势在突然在上升阶段 后边很可能就升上来了 就升起来了 因为这些事情呢 让一些旁观者 让一些中间选民 他感觉到 到底在犹豫的过程当中 我是支持韩还是支持蔡呢 显然这些事情告诉大家 韩值得去支持 而蔡已经充分的暴露他的那个无知无能了 也就是在罢韩这个游行里边呢 有一些牌子我们也看到了什么 骗人滚 这个牌子这个游行队伍里边 把这个牌子用在蔡英文身上 其实也很准确 如果说罢免韩国瑜这个游行 把它改两个字 改成罢免蔡英文的游行 我看举的那些牌子依然适用 依然觉得挺准确的 因为并没有看出 韩国瑜在高雄当了几个月的市长 就值得这么大规模的把它罢免下去 任何一个市长 任何一个市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所以从整个看完了两个游行之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罢免韩国瑜那个游行 那个组织 那个后边的驱动力 就是民进党 他们的目的呢 不是要罢免韩国瑜不当市长了 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在韩国瑜竞选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 狠狠的给你一个恶心 给你一个抹黑 给你一个霸凌 就是说我侮辱你 我公开的侮辱你 我还不说话 我让一帮人 让我的那些像1450是网军是在网络上 这也相当于一帮人 他们所雇佣的一帮网军 只不过这帮人走上街头了 这些人呢 对韩国瑜的整个的总统竞选进行一个公开的抹黑 公开的侮辱 还好国民党他平衡了一下这个事情 他也举办了一个挺寒游行 而且最终的效果看来呢 挺寒的游行应该是占了上风了 而且挺寒的游行呢 借此为小平台 把韩国瑜又往上推了一下 韩国瑜借此这个平台又发表了一次演说 一次讲演 而这次讲演呢 他在重点打击民进党贪污这个话题上呢 他又更加明确了 又把他在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他提出过的那个设立 重新恢复特征组 对这些高官进行审判 很有目的性的 也就是说他引出了一个三千多亿的 高雄三千多亿的负债 这个明显的是指陈局 也就是说 一旦韩国瑜当选了 特征组成立之后 要查陈局在高雄这个地区 他的团队是贪污了多少多少 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信号 因此一些普通的百姓们 对这样的一个口号 他们是认同的 他们是看到了 民进党在高雄执政了那么长时间 最后怎么样呢 肥肉是你们自己拿走了 老百姓其实并没有好起来 这样的话 韩国瑜提出这样一个口号 提出这样一个未来的准备 想做的这个事情 恢复特征组 清查这些人的贪污腐败 这个话题 可以得到很多的中间选民的认同 我觉得这个是对韩国瑜又是一个加分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高雄这个游行对韩国瑜又加了一个分了 后边还有时间不多了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 我们再注意观察一下吧 好 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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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